我们来看这手牌 这手牌泡芙老板石钩尽 库恩的石钩呢 库恩拿石钩起个瑞斯 泡芙老板这尽就是想空下底池 别人起瑞斯他石钩也尽进去 能免费看牌是更好的 但是他这牌尽进去也不错 看也不错 那这个牌曹瑞不搞事的话 就是泡芙老板也会尽进去 泡芙老板这牌打得也很轻松啊 再有三拜特我就不玩了是吧 三拜特比较大他就不玩了 别人靠进去我也靠进去了 就这样啊 有些和小一些小队子也是也会这样是吧 靠进去为了便宜的看翻牌啊 这样的我们来看看翻牌是什么 翻牌是非常比较小啊 哦 谭轩这里边击中名三条 这个牌其实别人都没牌啊 谭轩一下住估计都跑了 看看吧 谭轩会不会下住啊 谭轩也有可能藏一墙子 彩虹面是吧 ABB面彩虹面啊 谭轩这里边还是下住了 看15万美元的底池他下住多少 8500万韩元15万 差不多8万美元是吧 这里边曹瑞很意外的靠了进来 曹瑞这里边不相信谭轩 曹瑞觉得你是在用ABB面 ABB面这个面在偷鸡 石钩都弃牌是吧 石钩其实很想赚牌的 能不能发生什么Q啊 买个上下顺的 但没有就算了是吧 毕竟ABB面 这啥都没有 买上顺子没准有葫芦 结果葫芦果然就出现了 谭轩变成67葫芦 大到天上的牌 只怕69 99 77这种的葫芦是吧 但是概率是比较小的 这里边更怕69这样的葫芦 什么手里边是对九对七 形成葫芦 不太怕的 这里边谭轩 有点狡诈的 他撒得挺像有张九的 曹瑞看你过牌 以为谭轩怕了呢 曹瑞也是一种产打 其实曹瑞这个CALL 主要还是认为 他A更好的认为 谭轩偷鸡啊 在翻牌的时候 这里边谭轩皱个眉头 拿这么大的牌 给他皱个眉头 这里边选择CALL 因为他转牌藏了 你知道吗 转牌藏了 他这时候也会CALL藏 显得自己就 弄成一对九的牌力啊 他这里边显得自己 有点怕六啊 或者怕顺子什么的 这样的牌 这里边会CALL 这里边要是 蔡克瑞斯 就显得自己牌力太强了 瑞斯应该不是这个 不是CALL 这里边你拆个瑞斯 这个多四人底持 这时候显得自己牌力太强了 这面你都敢拆个瑞斯了 有顺有这种三条 有葫芦 这里边中个三条六 都有点虚的了 到合牌 五十五万美元的底持 曹瑞中个A 曹瑞这里边有很好的碳牌价值了 现在 看谭轩啊 谭轩这里边其实还是选择藏啊 这就是贪是吧 他这里边其实也可以下点什么 打个假装下足指做打价值 这里边曹瑞 曹瑞也非常的贪啊 其实这手牌是谭轩打的特别好 谭轩打的特别像一对酒 你知道吧 手里边有一对酒 他这么打 曹瑞以为他真的是一对酒呢 打一个薄价值是吧 他这里边将面临All-in啊 这里边就是差不多All-in了 因为All-in你会把自己的牌范围打极端化 你这里边加住个什么二 就是什么一亿两亿的 那种的小的加住是吧 不是一亿两亿就加住什么两亿三亿吧 就这种小的加住 你会显得太像价值加住了 其实差不多的 你还不过直接推All-in 把自己就演成偷鸡 曹瑞应该是没有想到 他现在会这样啊 以为一对酒呢 结果你现在All-in推出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个底池来到了100万美元啊 这要尻进去 130万美元 曹瑞上手牌 刚赢了一个 100万美元的底池啊 这要输回去吗 这谭轩这手牌打得非常的 在曹瑞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他现在意识到不对劲了 韩瑞一对酒肯定不会这么打 他之前很像 很像被迫在尻 被迫在尻 像一对酒似的 最后他敢发出一张A 敢这么打 我现在看见A总觉得像5 短牌看多了你知道吗 看见A总觉得是什么5678单张成顺 这里边曹瑞还是很漂亮的气牌了 意识到问题了 我手头是有气牌能力的 刚玩的时候重量A你气不掉了 上海王怎么旁边笑的那么高兴 这里边意识到问题了 着了谭轩的道 他突然这样 这个招怎么挺重 这手牌曹瑞同样是吧 8-6同色尻进来 别人瑞斯 他再尻进来看看番牌啊 AC前位 这里边犹遗尔是非常 强的对A 曹瑞这些牌 平尻尻尻尾 来就是为了尻尻尻尻尾 看看牌子 他现在是一个单挑 不太好的 曹瑞更希望至少是个三人MC 他还有一种结构牌 进来会更舒服 这时候抵时赔率没有那么好 但他这么想了已经平尻一下了 也是尻了进来啊 中章六 直接进行一个其实也是类似于投机啊 也就是看看 艾尤腾是什么情况 我看见曹瑞扔筹码了 这没有显示啊 哦直接奥连奥啊 假装大牌啊 这样艾尤腾真有点慌 你不是有什么两队中了两队什么的吧 他这里边已经超队 这个牌有很多买牌 这里边队A应该是弃不掉的 但曹瑞这个奥连太大了 奥连5亿还原了 这里边5亿还原就差不多 能有个45万美元 反正这个非常大啊 曹瑞 曹瑞是东六买卡顺啊 这个卡顺应该是他最大的底气 这个队六没什么底气的 这里边Alt应该是靠啊 这一靠底持100万美元 接近100万美元的底气 曹瑞这里边出路还不少的 可以买两对 然后可以买卡顺啊 其实两对也是那什么 他的底气 但这个发出两对了 这个牌面单张成顺 但单挑嘛 其实也不是特别太怕单张成顺的 其实我有点没太想到两对了 就是我其实我 我都不 算不说自己了 我要不说 你们也不一定能发现了 但我一般有什么缺点凑 我一般也爱自己说出来的 我也做进行一个总结 没有发出来啊 这个牌曹瑞 现在前面 奥连赢下来的那么多的 是吧 百万美元 又给输回去了 曹瑞 曹瑞这打牌 这波动也太大了 这手牌上海王拿到对Q 这把曹瑞拿到了对A 那是18年的吗 18年的其实总体上 曹瑞表现的 总体上啊 其实我觉得 他19年表现的要好很多啊 但是咱们做曹瑞专辑嘛 就都开始做了 哎呦 这手牌炮福老板是KK 那这手牌是QQKKAA 三兄弟 德州三强的战斗啊 少加AK 少加AK 他们其实都可以算作最强三兄弟 最强四兄弟 再来加AK再赶了 那么来看这个跑马啊 上海王万万想不到 他第一个推出奥连的 但是他的牌是牌力最差的 手抵持来到了124万8300美元 就曹瑞这样子牌 不亮啊 曹瑞一味啊 吴老板觉得KK不错 在外边有个A 曹瑞这手牌要赢下来 这又转的盆满钵满啊 可能说转一个前面 其实他前面是跑马赢了 发暗号了 那个手势 曹瑞他兴致很高啊 现在运势看着气运这种很足啊 状态很好 看翻牌 圈凯枪 668啊 这个牌对对A非常的好 两个人加起来 另外两家有四张出路 4416也就差不多 四张牌差不多这样的胜率加在一起啊 他这个怎么加在一起20多楼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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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草花啊 他们都 哦 在曹瑞有草花啊 他接着还有一张Q一张K的出路 哦 对就差不多就这样了 两个人K的 这样的胜率啊 不能把他俩的胜率加在一起啊 哦 也能夹的呀 你不 不是一张牌二次法则 2% 怎么有4%呀 一张牌的出路 发出一张9啊 那这样的曹瑞赢下这个124万美元的底诗啊 曹瑞这个筹码波动真是太大了 赢个100多万美元的底诗 没多久输回去了 这反手又赢一个124万美元的底诗啊 这韩元是多少啊 这要是韩元 玩100多亿 100多亿的底诗啊 太吓人了 这个说出来啊 不是 10多亿啊 10多亿 1亿是10万美元 10多亿啊 100多亿 听到这太吓人了 10多亿 10多亿 2亿 1亿 3亿 3亿